导读 古往近来,后宫三千家律,一直是每个皇帝引以为傲的资本,而在这众多家律之中,大多出售高贵,他们的家族非富即贵,同时也有一些人,已被威之身得到皇帝恩宠, 便摇身一变成为皇帝的宠妃,更有甚者再为皇帝生个依犯女,那么,自己的下半生就不用发愁了,那么历史上真的会时时都有此事发生吗? 接下来,白小生就带领大家进行更深一步的了解,既然说到了此等绝佳积聚,那么,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朝代和一个人。 一个朝代就是明朝,大家都知道在明朝的后宫,其实是比较混乱的,有的妃嫔出身其实并不好,在当妃子前是宫女的比比皆是。 比如著名的长华明宪宗朱建生,1465至1487年在外,年间全清一时的万贞儿,就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万贵妃了。 她在四岁的时候,就被送进宫中当宫女,19岁时被太后看中,密奇专门照看十年两岁的太子朱建生起去。 自此一个比朱建生足足大十七岁的万贞儿,就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到了朱建生继位后,更是将其封为了贵妃,不仅如此,作为一公主为了吴皇后,也是因为万贞们被朱建生不顾群臣反对废掉。 万贞妃剧照还有一组势力就是明孝宗朱右堂,明神宗朱义军,明光宗朱敞洛等,作为一国之君,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对于自己的出身,他们都不愿意起,因为明孝宗的生母既是明神宗生母李。 是,明光宗生母王室,都是出自宫女之身,皆因为皇帝的一时兴起,而怀有了生日。 怀有龙子自然要比没有她好很多,万贵妃一辈子都像诞下龙子,但唯一的一个皇长子被满一岁的就要折了,有了儿子的宫女自然墨一子贵,摇身一变成凤凰完全不在画下。 明神宗画像难道历史上,真的每朝每代都会有这种机遇吗? 一个人会告诉你,想的没? 这个人就是亲圣祖康熙皇帝,为了借鉴前朝的经验教训,在康熙朝定了一项规矩,这项规矩来自康熙皇帝亲定的庭讯格言中,该格言格说道,皇帝遇前不得有宫女服饰,并且在宫女年过三零后,必须助公尤其父母安排婚事。 这就说明在康熙的跟前,绝会有太现服饰,宫女自毫没有在皇帝亲身服饰的机会。 康熙剧照同时在晚宣时期,曾经服饰过慈禧长达八年之久的宫女荣儿所编写的宫女堂毛路中所在。 清朝的后宫制度,较前面几朝严格了许多,大家都知道,宫女每日都是自己所属的宫殿内工作,而清朝的规定是宫女不得擅自离开所工作的宫殿,即使必须离开,也得至少两人重刑。 按照这样的规定,我们就可以得知,在清朝,宫女被皇上看重,并且飞上之头的几率几乎为零。 明显宗画像在影视剧中所演的皇帝,今天去这个宫明前去那个宫的情节,也是不识道。 根据规定,清朝的皇帝除了卷皇后的宫殿之外,其他的飞瓶们是没。 有这个待遇的,要讲得到皇上的恩重,那得等皇上的招领,也就是所谓的翻牌子,然后主动去皇上的庆功相见才可以。 大家对此都明白了吗?想听精彩的历史故事,欢迎关注白小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恋赞。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